欢迎大家订阅关心细心新闻 来自破珠企业消息 破珠佩天宗为假十二年 基盘的生命既安宿航回忆华冬 自清表开始已经有百当的历史 尊教天上生命的基议 每十二年将基盘一次 今年华冬赫名为 海表幸福也有其特别的意涵 佩天宗当市长王陆京表示 今年破卡玛既安宿航回忆华冬 从十月二十七号起家 到十一月二十二号回轮 等到二十七天 驾骗完党航冬以及军林塞雷 顶九的乡殿 到达二百三十个公廟 进行回忠技術 就处堆随生命 坚信信用的卡布 一般一刻印 中心感受人和土地 信用和文化的圆满 和人工交流 依然到今年回忠 守候平安的意义 我们普通人工十二年一拜 近年既安守候这个华冬 将于十月二十七天 要起家 我们是必须到我们先进的卡布 在我们的高兄弟 要来做这个技术的华冬 希望我们沿路 所有在申请台中 马祖母教育 可以带着幸福道 来来欢迎马祖母 相信马祖母 绝对让比喻 大家都可以合家平安 今年佩天共的教班生丸 可以说是大幼来头 大家都是老经验 尤其老会党任党候生死 已经高年八十八会 自二十出台时 民国四十二开始 参加十二年一次的会训华冬 至今已经是第六次参加 这次八十八会 这个年完之后 后次还十二张 我十八会 我都要来参加 因为亚冬 很多乡亲跟老板党同样 无论工作多忙 只要华冬时间一够 也是纷纷放下秋冬的工作 一定要紧续马祖劳境 因为撤过了 就要再等十二年 机会咱得 所以乡亲都立即参加 坚持和破族传统宗教文化 可以代代相团 经纪盘就处 将破族佩人共 得益的统宗教信费 花样光台 今天新闻很耐心 破族期 再见